如果圣诞老人并不和蔼可亲 反而长相凶残还吃小孩 你还会期待圣诞节吗 今天虎将带来的电影是《圣诞传说》 皮皮怎么也没想到 期待了一年的狩猎 只等来了两只瘦不拉吉的幼崽 他和爸爸去查看情况 见到了遍地的驯鹿尸体 肯定是开采队那帮人干的 大人们都气得不行 开采队是半个多月前来的 说要炸开山脉 挖出圣诞老人 天天施工扰民 这家驯鹿都死了 别说卖路赚钱 连过冬的肉都没了 爸爸气不过 带着一行人来到施工地 可半个人都没见着 只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坑 没办法 只好先回家了 出于好奇 皮皮翻遍了所有关于圣诞的书 可是书里记载的圣诞老人 不仅长得吓人 还会吃小孩 这和童话故事里说的完全不一样 转眼到了圣诞当天 爸爸听到了皮皮的叫喊 赶紧出去看看 原来陷阱的诱饵不见了 爸爸朝里面看了一眼 忙拉着皮皮回屋 什么也不让他问 最后爸爸喊来了他的朋友 从陷阱里拖出了个什么东西 原来掉进陷阱里面的 竟然是个人 他穿得很单薄 还留着很长的白胡子 偷挖陷阱是违法的 现在还死了个人 爸爸决定偷偷把尸体处理掉 没想到 那个人居然还活着 鼻子一耸一耸的 不知道在闻什么 这把爸爸吓得不轻 他一回头 发现皮皮居然在窗边偷看 他赶紧去和皮皮解释 朋友则留下来看着白胡子 安抚好了皮皮 爸爸的朋友却受了伤 刚才白胡子的鼻子一直在动 朋友也是欠得慌 想逗他玩玩 没想到却被狠狠地咬了一口 无论他们跟白胡子说什么 他就跟听不懂人话似的 另一边 皮皮想起了迅路尸体下的脚印 给朋友们打电话 一个都找不到 难道是圣诞老人 开始抓小孩了 皮皮心里只有这一个想法 他赶忙找到爸爸说了这件事 果然白胡子看到皮皮 眼睛都亮了 爸爸只好先把白胡子绑了起来 这时白胡子的对讲机响了起来 是开采队的人 他们想要圣诞老人 爸爸想着 既然他们害村民损失惨重 自己手里又握着这么个宝贝 不如趁机搞点钱 于是他们约定在工地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可开采队验货的时候 发现了异常 他突然变得很紧张 这不是圣诞老人 而是他的帮手小精灵 他刚说完 不知从哪儿飞来一把斧头 正中他的脑袋顶 工地也已经被小精灵包围了 他们慌忙地跑进一间屋子 却看到一个庞然大物 他长着巨大的鸡脚 被冰块包裹着 这才是真正的圣诞老人 小精灵偷了许多取暖设备 靠的冰块再一点点融化 而所有失踪的小孩也都在这儿 外面是一群不穿衣服 但战斗力爆表的精灵 里面是随时会跑出来的大boss 他们只好先堵住门 能拖一会儿试一会儿 皮皮想起之前 书里看到的内容 想到个好主意 他负责带走所有的小孩 引开小精灵 剩下的人用炸弹 送圣诞老人上天 大人们觉得这个计划可行 开始分头行动 果然精灵看到抓来的小孩 被带走 全都追了上去 皮皮引导他们向围栏前进 只要把精灵们都关进去 就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可偏偏围栏的门没开 皮皮也顾不上那么多 自己跑去打开了门 就在这时 留守的两人点着了炸药 联兵带圣诞老人炸了个稀碎 失去圣诞老人的控制 精灵们停止了行动 一个个都温讯得不得了 计划成功了 一共捕捉了190个精灵 村民们把精灵集中管理起来 教他们送礼物 爱护小朋友 在圣诞节前夕 他们被装扮成圣诞老人 出口到世界各地 价格非常合理 只需要8万美元 这可是来自原产地的正品啊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颠覆了 我们对圣诞老人的认知 他不穿红色的圣诞服 也不会给小朋友送礼物 他只有一百多个光榜子老精灵 如果真是这样 你还想过圣诞节吗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